初中学历 对 所以说在你 以往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 是不是这个学历问题 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你 成了我的一个坎 一个坎 那后来有考虑过 通过进修的方式 把学历再提高一点吗 因为这个途径还是有的 因为家里面的情况不允许 家里面什么情况 我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得脑瘦症了 然后基本家里面 只靠我妈妈来喂吃 那会儿我妹妹才几个月 然后家里面只种了五亩地 所以说那会儿比较艰苦 然后我出来打工之后 基本钱都是寄到家里 我爸爸还要每年吃药 然后17年的时候 我妈又得乳腺癌了 所以说我更没有 我没有那个钱精力去学习 那妹妹现在工作怎么样 我妹妹也是不念了 上到高中就不念了 然后我妈得病之后 她就不上学了 然后就出来找工作 她在火锅店里面上班 结婚了吗 没有 她也没结婚 你也没结婚 对 我们家里的负担比较大 所以说基本就是跟我相亲的 一看我爸我妈身体那样都不愿意 那你这些年打工赚钱多 应该是你唯一的要求吧 要求吧 对 就想赚钱让父母身体好点 不用为钱操劳 妈妈最近怎么样啊 我妈妈四月十九号二十号 会来北京复查 妈妈心理状态怎么样 我妈是很坚强乐观的一个人 对 每天我都要就是来北京之后 每天都要跟她打视频 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 每天都要跟她聊一聊 这次爸妈知道 你来非你莫属找工作 是不是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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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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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